喬坦摩佛陀 喬坦摩佛陀不是神話中的超將 而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 就是他為我們剃造了今天的佛教 他誕生於2500多年前的北印度 他並不是神話式的超將 而是一位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 我們可從以下這些事實中 證明這位偉大宗教導師的存在 一 同時代的人留下來的證詞 這些證詞是由接近佛陀時代的國王 或親近過佛陀的人留下來的 這些證詞刻進在很多石碑、石柱和塔坡中 這些紀念碑報道了佛陀的一生 可以有力證明佛陀的存在 二 很多當時留下來的遺物遺跡 都吻合有關佛陀一生的報道、地點和建築物 三 他所創立的增團 至今還相當完整 增團還保存了他當時的現教 這寫遺言遺教 這寫遺言遺教 一代一代的傳承到世界上不同的國道裡 四 四 在佛陀滅道的那一年 以及隨後的數年 爭團中舉行了多次佛教實際研究的結集編審會議 這寫遺審的教義 由老師傳給學生 從佛陀的那個時代一直傳到今天 五 佛陀滅道以後 身體火化的瀉利 分發於印度的八個印度王國 每一個國王建立了塔子 保存了佛陀部分的瀉利 當時法與阿加他沙陀國的部分瀉利 安放在 Wajagri 塔子內 不到兩世紀的時間 被阿玉王分共於他所管治的國土內 很多塔坡的悲民中 阻證了佛陀的存在 六 一部最好而有根據的古代史書 The Maha Venza 告訴我們一切 他詳盡聚述了阿玉王的生活的史實 以及其他佛教的有關君主 印度史中 也顯明地聚述了佛陀一生行儀 以及佛教傳統和制度 七 佛陀滅道後數百年內 接受佛教傳入的國家 留下了很多完整的史料 包括歷史的 文化的 宗教的 文學的 以及吻合傳統的證據 這些佛教國家 包括石蘭 緬甸 中國 西藏 尼泊爾 韓國 日本 泰國 越南 高綿 寮 寮國 這詩未經破壞的史料 阻證了這位宗教導師 喬坦摩佛陀的存在 八 三藏教典 完好的保留了佛陀一生四十五年中 所傳的教誨 充分地證明了佛陀真實出現於人間 三藏教典 結集於佛滅道後五百年時代 相當於西元前 即是耶穌誕生前八十年